只要秦岭还有路 大家紧随我脚步 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蹭饭了 挑战秦岭蹭饭 跟随我的镜头 出发 其实走在这种路上 才真正的有蹭饭的感觉 这个墙壁 可以逃取宝贝的 如果有机会 拿个铲子在这里爬 我相信会找到非常漂亮的石头 因为这个地质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泥土堆积的 这就是鹅卵石一样的 不管大块的还是小块的石头 都是这条河道 冲击下来的 日积月累 冲击的 形成的这个 鹅卵石的一个土制成 所以 看像这么大的 这个鹅卵石 还有其他的 一些小的 我相信找到 浴石的可能性也很大 最主要这个地方好刨啊 拿个铲子就可以慢慢的刨 但是 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这是 别人的地 上面已经种了树木 还有好多人家 看到这座房子吹烟渺渺 其实我昨天已经上来过了 因为这里离阿姨家不远 这里有位老人家不太好说话 不过我还是可以 去问问 昨天我来这里看风景 他没搭理我 看这个古老的房子 非常有意思 哇 这些乌鸦轿 树上面有一个超级大的鸟巢 流水残残 这条河 属于虎豹河的支流 当然都是流到黑河下面去的 叔叔在家应该 不知道他今天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昨天我跟他打了一下招呼 你好 师傅 这么个事 我又来了是吧 来了来了嘛 今天有没有当我是 像昨天那样闲逛的 那不嘛 不会啊 果有果的事 果有果的生活方式嘛 哦 你好 你们是邻居还是一家的 我们是邻居 是邻居啊 是不是在家做饭 没做饭 我不在这吃饭 我看到好像有生火 有烟 吃饭没有大哥 吃了嘛 但是吃饭了是吧 已经吃过了是吧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吗 哦 我们是旅游的 他们是旅游的 搞那个 搞社会调查 民间组织 个人组织 也不属于 也不属于政府组织 哦 看来大哥对我有点了解了 昨天倒打听我 不打听你 民间这啥事都有 你不要认为说是 就是我跟你说的话 是说坏人也有好人也有 对不对 没有坏人都没有好人 没有好人 没有坏人 生活是相对相整的 多的为什么有个边条 有个城 都是养多的 对不对 哦 咋子没得哈人呢 没得哈人 咋那么有穷人呢 对不对 你现在去哪里啊 叔叔 我咋了 在加油站那去 去加油站干嘛 加油站那又死啊 我听叔叔的口音 它不像是秦岭当地的 好有点像川阴 它应该是四川那边过来的 我们就是这边的 你们啥地方的 哦 我们江西的 南方的 江西还远远的 啊 江西 那时候他们南方下 叔叔看到我就拴门了 啊 要去做事 本来想到他家趁个饭 你 我说了个话 您不能说了 就说 您如果是晚上做饭的话 到您家里来吃顿饭可以吧 叔叔 我担心了都没乱的啊 要继续这个问题 你没有老板吗 哪有老板了 没有啊 这么搭档了 这么搭都是一锅人 还有的嘛 你去生活啊 你 你都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有事来随后 知道了 好好好 您去忙啊 我不搭桥你了 你不怕我偷你东西吧 我可怕啥啊 那就是要杀人 我也阻挡不住了 是你去权你的嘛 哈哈哈哈 我怕你吃东西 好 再见再见 我上上面去看看啊 其实昨天我有跟这位叔叔聊过几分钟 他这个人戒备心非常的强 一直就问我干嘛的干嘛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干嘛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这里看看手机 然后看看这条河 听着这个流水声 然后他一直追问你是干嘛的 你是干嘛的 结果现在是第二次见面 叔叔有事去忙去了 我们往下一家走 哇 哇 这座房子更古老啊 我忽然间看到了一座甘肃那样的 叫什么门牌楼啊 就是进门 进院子的那个 这家应该是大户人家 这里养了蜂蜜 蜜蜂 小心这个蜜蜂 这个门古老吧 门上还装了监控 上面就是大山了 这是三脚下 最下面的一户人家 你好叔叔 你好 我们是来旅游的 旅游的 这是你养的蜂蜜啊 我养的蜂 昨天我在下面我没上来 我看到这上面有一户人家 我觉得在山的中间挺好的 没事 到夏天就我们这来逛 特别的古老 你这个房子 我这房是 是哪一年建的 这是七十年代的 七十年代 七二年吧 叔叔你看这像知识分子 我不是 不是 很像文化了 没有什么文化 您介意我记录一下 来到您家里吗 我不介意 可以吗 我在记录 这是蜜蜂 蜜蜂 有没有蜂蜜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里面的蜂 留的蜜它是过冬的 哦 您是放的白糖 还是它自己铲的 自己做自己铲的 我这从这 有些蜂蜂以后 他们以后主要是投效仪 投效仪以后是 取蜜的时候 把蜂做的蜜以后全部取完了 风过冬的时候 它是用的白糖喂的 对对对 我们南方也是用白糖喂冬天的蜜蜂 但是我这 我从这 我回来以后在家没事 我主要是 自家有个有个事干着 我取蜜的时候给它留了很多 留了很多 让它自己过冬自己吃自己的蜜 吃自己的蜜 我就不买白糖 我再不投资买白糖 哦 您贵心啊叔叔 我买贵心于 就是看你啊挺年轻的 有没有六十 七十了 你七十岁了 七十了 这不是我夸他年轻啊 七十了 我退休都十年了 六十退休的 看上去像文化人知识分子 我是当兵厨师 从部队长回来 像军人经理 我崇拜的 兵哥哥 叫叔叔有点叫老了 我当兵早 他显得好年轻 叔叔 我 我六九年就当兵了 哦 您家人住这里 还是您自个住这里 呃 我 我连孩子他妈在这 哦 就二老在这里住的 但是我们经常也到城里去 孩子都在城里 孩子都到城里 我下去一段时间 上了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有地嘛 还有荆棘林嘛 哦 这些都是荆棘林 还有果树 这些果树是啥呢 这不是果树 这全是重要材 这是山鱼肉 哦 山鱼肉 哦 山鱼肉 我看他们家家户户都晒着 这个就是山鱼肉的树 对对对 哦 你们这里大概是一日三餐 什么点 吃饭 吃饭 嗯 你是十间吗 十间 你们一日三餐是一日两餐 一日三餐 早饭 基本上以后 如果 活儿忙了的话 吃饭就没有十点了 嗯 如果正常的话 早起也就是七点左右吧 早上七点中午 中午也就十二点吧 下午就是六点 五点之六点 也就是这样 看来来的不对时候 现在是将近两点了 我还想上叔叔家趁个饭的 不知道叔叔会不会答应 那看我 那叫老板 老板看 问问当家的 哦 当家的 那我方便进去问问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问问掌柜的 不是 不是 我身体 你好 阿姨 他身体不行 哦 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行 你好 阿姨 您在忙着呢 啊 哇 他们家院子真的挺大 这些就是您说的那个 这个 山鱼肉 山鱼肉的那个子儿 哦 哇 真的晒得挺多的 他都配了配点挺 这个鸡要赶走是吧 赶到外面去 阿姨 你还喂了猪吗 喂鸡 喂鸡啊 我看你在砍猪草 要不要我帮帮您砍 不要你不会 我不会啊 说不定我会呢 我小时候也干个这个活 我们是江西的 来这里旅游 刚好来到您家门口 对对对 晚上几点钟做饭 几点钟做饭 哎 晚上 晚上有时候想吃有时候不想吃 老的 对对 经常不吃晚上哦 哦 有时候要吃 不管是留点嘛 留点就要吃 今天晚上吃不吃呢 今天晚上 咱们菜吧中午吃饭吃 实际我们这上面没有农家落了 你在上面有饭 我跟你说 上面本房子有笔罐有吃 那边有饭店对吧 嗯 贷店是贷店 还有农家落 哦 农家落以后 咱们吃 我做饭不行 咱们做饭不好 哈哈哈 我给你们做饭 您如果觉得自己做的不行 那就我来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锅大灶的 您养了几头猪啊 没有养猪 那您剁这个干嘛 我剁这个给鸡吃 剁给鸡呀 给鸡搬 养了很多鸡吗 没有 他 不然外回不弄这 他从外面才卖了几个 哦 买了几个鸡仔子 哦 鸡仔子还有大鸡 被养到过初线时 过年吃 过年 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 是吧 孩子过年就到城里里去 啊 您过年还去城里过 还是在这个家里过 有时间在城里 有时间在这 哦 我们在城里中间了 明白 这个山鱼肉啊 在他们这里当地 是家家户户都有 这是瓶 那是褶 褶 那就是肉 这个是肉 这个可以这样嚼着吃吗 可以 会不会苦啊 也能泡酒 色 有点色的 甜 色甜 好 但是这个吃的挺好的 不剩 哦 不剩 说的是不剩 有点色 有点苦 对 色 如果是有甜味的话 抓一把就往口里送了 好 感谢你 感谢叔叔 那下午 有时间可转上来耍吧 好 吃饭 我相信知道你们可能有点不便 没关系 无所谓 改天我来买你一点蜂蜜 那没问题嘛 嗯 没问题 谢谢阿姨 我的蜂蜜确实挺好的 真的 这个山中间的一户人家的蜂蜜 都是原生态的 原生态的 嗯 这个我知道 看得出来 哈哈哈 你是从周治上吗 啊 我从周治 从从西安一直到周治 再到这里 还没有上上面去 还没有 哎 你刚走到这 嗯 上面 再转个腕以后就是郑政府 哦 嗯 好 好 行 那就再见 哎 感谢你 跟我聊了这么多 下次有有机会 跟我们这来做客 啊 我会再来的 哎 对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好好好 听着这个残残的流水 还有 偶尔几声乌鸦的叫声 这个大山里面 人名非常的淳朴 虽然没有吃到饭 但是我感觉 很温暖 好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家里面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